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Bubble的店长金爱卿 我骑车已经三年多 快要四年了 然后这中间呢 其实我也有去环岛 然后有带国外团 然后环岛也团了七次 台湾很多地方也几乎都有骑过 骑过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西晋五岭 冬季五岭的KOM的比赛 我都有参加 从车友变成店长 心态上最大的不同 自己是车友的时候 是被动的一方 只要自己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车衣车库等等之类的 那现在变成店长了 我变成主动的一方 我必须提供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专业知识 去分享给这些车友们 然后并从他们的回馈 找到他们适合的人生不平 然后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 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我们其实每周都有办约期 然后在我跟车友们约期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会聊到一些问题 就有蛮多车友会说到 骑乘的坐垫 然后可能会让他在骑乘的过程中不舒服 我就请他们来店里面 然后分享一些我们有一些不错的车库给他们 后来他们出去外面在做骑乘的时候 也觉得有改善了他的那个 整个不舒服的状态 然后就觉得蛮开心的 在每次的骑乘 可以就是帮车友们解决这些 他的问题 对于我们店里面未来的展望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礼拜三跟礼拜天 都有办约期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约期的活动 来了解车友们的困扰 然后并且带车友们来我们店里面 分享我们的车衣车裤 然后安全帽眼镜等等的人生布品 最后我们希望给他们 有一个焕然一新的骑乘感受 这就是我们店未来最大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